双态这个事情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不单单只是说体现一个国家的形象 它更多的其实是对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因为一方面它是要对这些传统行业的企业 要进行节能减排 产业升级 那它才能够有核心竞争力 才能够更加可持续发展 从而把排放降下来 另外一方面我们大家知道 这几年我们国家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大力发展一些像类似CCUS碳补质的技术等等 那一方面产业升级 一方面新能源项目的持续发展 碳汇的持续发展 那持到就是一个能源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因为资源是有限的 我们不可能无限地去用我们的石油等等 那曾经我们可能被一些传统能源很容易卡搏 但是呢 等随着我们的能源结构进行调整了以后 那我们相信等到我们实现双碳目标的这个时候 那我们也就在整个国际上面 这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权上面 是有一定的话语权的 所以双碳目标不单单只是一个口号 它更多的是一个政治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字幕志愿者 杨沟 杨沟先生 杨沟先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